这边那个车道算了 这边这边车道的也给他装走 这样的话旋转的角度也很大 到时候我相信肯定有一些人他要说 转这么远 一看就不是老司机 没办法 这边那个车道要给他收平 然后等一下后面他推过来的车 不然一会儿 我又要花时间去修了个车道 这样的话这个小车就变得点大了 可能要装个四五走才能装得满了 大哥先别推过来 你要知道我这样跟你说 那大货车要人听见我说话 听不到我说话都不行的 我驾驶室里面能够隔音 能够隔着驾驶室都可以传播音量的那种 我让你停你就停 我让你走你就走 是不是 有这个意思 大家没关注的 关注一下我 我每天都一定要直播的 对 好吧 现在装到这辆车应该装五斗左右 装两斗 因为我现在挖的不是很满 现在挖的它不是很满 所以说就装的比较 那我拉个啥一下 你看你看我 我把那边的车一收好了 那个货车它自然 它就知道往那边退了 是吧 这就是配合 在公里上面和那些工程车 你首先 你必须要有配合 知道吧 要会配合 不会配合到你 在那里开挖机很累的 知道吧 再给它加一斗 让它走 不知道它要不要收编了 这个车 它如果说 算了 咱们还是给它小拍一下吧 都不敢实际的用力 用力的话 我觉得它太脆弱了 这个车 太脆弱了 把编上随便收一下 它用力的话 它经不起我压 看这边这个车 就很懂配合的 就推到这边来了 是不是 这边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